日本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家的人数远远多于中国 反映的是他们在历史上的成就 而不是当下的成就 现在从各种客观指标看来 中国技术研究都高于日本 几十年以后 我们一定会见到中国科学家频繁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 日本根本不是中国主要考虑的比较对象 我们现在真正关注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那许多朋友来问我的时候 还提到所谓失去的二十年这个问题 你上回看到这样的文章 说我们总是轻视日本 认为日本陷入了所谓失去的二十年 但实际上日本并没有停滞 而是默默在创新 在积蓄力量 然后就列举了一大堆日本的科技成果 最后敲打中国一通 那如何评价这种文章呢 这就是典型的 立个靶子自己打 未复心思抢说仇 然后 失去的二十年 这个说法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当然不是了 是日本人先这么说的吗 然后大家都同意了 这个说法有数据支撑吗 当然有了 在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当中 就可以查到各国各个年份 以美元限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GDP 2017年 日本的GDP是4.87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排在第三位 那日本的GDP第一次达到这个数值是什么呢 是在1994年 当时日本的GDP是4.91万亿美元 好吧 从1994年到2017年 过了23年 日本的GDP不但没有上升 反而还下降了一点 你说这算什么 这难道不能叫做失去的20年吗 如果说这个称呼不准确的话 那就是少算了几年 应该叫做失去的23年甚至更长 对吧 事实上 如果把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GDP随着时间变化化身一张图 那用股票的数据说 就是典型的相提震荡 无法向上突破的悲哀 日本人的体会 肯定比中国的日吹们要深得多了 我们再来看看 在同样时间段里面 其他国家的表现 1994年 美国的GDP是7.31万亿美元 2017年上升到了19.4万亿美元 1994年 中国的GDP是0.564万亿美元 2017年暴增到了12.2万亿美元 1994年 中国连日本的零口都不到 日本是中国的8.7倍 2017年 中国成了日本的2.5倍 扣案书记都摆在这里了 你跟我说 日本是在默默的积蓄力量 有这么积蓄力量的吗 好比一个公司 整天宣传自己是多么努力 多么创新 结果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 你难道不会感到奇怪吗 日本对于展示自己提高存在感 这个问题就相当的重视 2001年 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目标之一就是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 这个计划提出以后 大多数人都不看好 例如也一良知 就认为这样的目标简直是没有头脑 就没想到当年他就成了这个计划的受益者 就拿到了诺贝尔华益奖 但日本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可以说是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包括一些看起来不是很上台面的办法 例如在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设立了所谓研究联络中心 然后邀请瑞典学者开展所谓合作研究 邀请诺贝尔奖的评奖的委员到日本访问 说白了就是跟诺贝尔奖委员会拉关系 但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当然可以在道德上鄙视这样的手段 但是这些手段是否有用呢 从效果来看 当然是有用的了 这个在哲学上就给我们一个思考 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于一种治本对治标的思维 例如对于治安问题 立刻就会指出 这个在本质上是贫富不均的表现 要彻底消除犯罪就要实现共同富裕 这话说的当然是完全正确的 问题在于 如果您一时半会缩小了贫富差距 难道您就对治安问题没有办法了吗 其实是有办法的 例如增加警力 增加监控摄像头 许多国家和城市的经验都表明 这些技术性的手段 就可以立竿见影的把犯罪率降下来 当然了 我们不是说不应该追求治本 就以诺贝奖耳论 首先需要你的国家有顶级的研究成果才行 这是获奖的根本 否则再多的公关也没有用处 但是 在做出成果 夯实基础的同时 如果我们对于展示成果做出更多的努力 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样才对对起那些努力做科研的科学家们 综合考虑问题 多管齐下 才是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 最后我要说的是 我们纵览诺贝尔奖和基础研究的国际对比 是为了看透它 然后放下它 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任何国家 任何人 为科学做出贡献 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最重要的是科学本身 而不是像小孩子一样逼来逼去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 科学本身就是好的 只有科学才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按照 人类鼓不知 收睿 人类鼓不知 成功